參賽者越來越少 分數也要不斷爭上去 才避過要淘汰的一劫 所以接下來是周國鋒老師 你要介紹你最後一位徒弟上來唱歌 是的 我希望他能做到的就是一個 憂鬱王子的感覺 雖然這個好像挺難做到 但我覺得他各方面的條件 無論他的感情、他的外貌 各方面其實他是可以 只要他有信心就可以了 他是陳柱輝 陳柱輝 Rex 詩姨好、平靜好、大家好 這次好一點了 雖然師傅說想你認出一個憂鬱王子的形象 但我記得上一次其他評判說 其實你笑起來 也可以令人很舒服、很嬌 所以我今天看到Rex走出來時 也給了一點笑容 這次走上這個舞台上高 會否有信心大了一點 這次我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過了這個星期 我看到其實有很多人都支持我 我的師傅也叫我上舞台的時候 記得不要那麼緊張 記得多笑一些 所以我今天跟自己說 一定不可以像上次那麼緊張 好,師傅選了Rex去唱《嵌情歌》 是否其實以他這個造型來說 甚麼歌都可以 其實他甚麼情歌都… 加上他的外形的話 如果他只要不緊張 其實他的效果會很討好 今天我再找來了我們同組的另一個成員 大家看看那邊 就是陳啟榮 喂 原來有秘密絕招在那裡 他是一個中提琴的高手 我希望可以配合這首歌曲 其實主要是負責前奏的部分 令到哀怨的味道更加濃烈 這次是到評判的沙波冷餐出來了 那些灑酒間出來了 好,這次這首歌是… 梁漢文的《前面遊戲》 有請陳柱暉 梁漢文的《前面遊戲》 夜夜也沒有像這夜那麼靜 似聽見這火鬆的血聲 回味著你作漫像噩夢似的話 你蓋我的經不是愛情 是你說從來沒人將我再造盡措施 竟然仍然認真對這換言 為何寸前愛得極度容易 將來或誰再講這段碎事 前面遊戲過後 為何能捨得放手 是定論或是愛不夠 告訴我這段前面遊戲過後 為何情不可永久 為何情不可永久 為何寸前拍電影 在疼愛不夠 去年輕的碎事 為何要寸前面遊戲過後 為何能捨得放手 是定論或是愛不夠 告訴我這段前面遊戲過後 為何情不可永久 謝謝 我們不如問問Walter怎麼看他 他這次的造型,你好 陳柱輝肯定很有聲味 無論外表、樣貌、身形 以及血身打扮都達到職業水準 我想他基本上 穿這類絲絲紋紋的衣服會好看 他今天很舒服,真的很舒服 我想女生真的會很喜歡他 對 好,不如問問Eric 我覺得他最後那一刻 這一刻有些造作 過分了一點 但最後那句線 你就吸得好,然後有很多氣聲 那句就很自然 很觸碰到別人 一定會碰到所有的粉絲 我覺得這些編排不錯 那一刻就大力了一點 很難看 坦白說,在我組的五個參賽者當中 我自己最擔心的是陳柱輝 不是因為他唱歌的能力 而是因為他的心理質素 因為他是五個裡面 心理質素最需要輔導的一個 而今天剛巧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他被編排到最後那一組才出場 其實他背負的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的分數其實正在落後 所以陳柱輝的表現很影響 究竟我們那組的同學生命運是怎樣的 我很開心看到 我暫時不評他唱歌方面 我很開心看到他今天 從出台那一刻 到他完成整首歌曲 因為一個表演者,如果他沒有自信的話 你無論唱什麼歌曲 無論你的根基有多好 你是完全不可以在舞台上發揮出來的 今天陳柱輝雖然不是去到一個 最好最好的表演 以他第一集 和今集的表演是一個很大幅的躍進 在處理感情方面 我覺得整首歌可以處理得更加好 但是如果今天在我那組的參賽者裡面 我反而最擔心的 成為我是最滿意的一個 五十六分成為死亡界線 陳柱輝的分數只要低過五十六分 周國鋒隊就肯定要淘汰一位隊員 相反,如果他的分數高過五十六分 淘汰的殘紅命運 就會降臨到張階天隊的身上 兩隊生死存亡之爭 陳柱輝的分數成為勝負關鍵 我們看看陳柱輝今天的分數是… 快想吧,否則過了就好了 哎呀,沒想到 真的很近 五十八分 目前你那組雖然未到完全安全 但是比較安全 好,恭喜你 謝謝 谢谢大家